這個認證考試 假如要參加第一類的話 第一類是做什麼 基本的工具應用 也就是我們 後面要講的第102 一直到110 其實都是跟 基本的工具應用有關 主要是利用Photoshop 裡面的基本功能 可以做到哪些效果呢 包含就是 一些文件的技巧 選取顏色 基本編修 基本選取 那這個選取裡面比如說去背的話 像後面我們會有個吉祥物選取 那用什麼方式可以快速的選取 比如說你今天要去背 那你要把那個中間的那個吉祥物選起來 再移到另外一個背景去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方法很多 可是有沒有什麼又快又正確的方法 這個也是讓我們比較重要 那另外填色工具 上個禮拜有填色 比如說呢 編輯裡面有個填滿 那比如說你要藍色的話 那就編輯填滿 可是如果今天 像102這一題 它要填的是一個漸層色 所謂漸層色就是上面是 有一點像粉紅色 下面是白色 那你需要個漸層色的話 有沒有一個漸層的填這個填色工具 另外還有什麼擦除工具 類似像橡皮填 它的塗層基本操作 那所謂塗層 我上個禮拜講過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由上到下的一個塗層概念 所以特別注意 你這個塗層當然有個順序 越上面的越不容易被蓋住 也就是說上面的可以蓋到下面 但下面的話就會在最底層 你可以移動那個塗層 那將來這個塗層部分呢 怎麼去做管理 那還有等等的這些啦 反正這些是第一類 那第二類的話呢 是有關那個樣式跟特效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難度我覺得也還好啦 所以第二類如果會的話 那就第一等級啦 那再來第二等級的話 就是第三類 跟第四類 就是色彩調整處理 跟什麼 跟那個 影像這邊有那個 影像合成 然後第五類的話 又有繪圖 也就是Photoshop 除了做編修之外 還可以畫一些東西 也就是如何 你會不會在Photoshop裡面 它要你畫出一個什麼東西 那你要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把它畫出來 然後還有什麼 Photoshop的應用 第六類 大概會有這幾類 那我們基本上 因為一直到期末以前 時間沒有很多 那我主要是給各位一個方向 當然我也不可能說 像那個基礎課一樣 那個從頭到頭 我慢慢跟各位講 不可能 我們也不允許 那這門課 基本上 我主要是帶給各位一些 基本的觀念 還有利用範例呢 我們按部就班的了解 Photoshop的操作 那至於有些細節 或有些像影像處理方面的素養 或甚至是對於那個像什麼 構圖啦 影像等等的 那些其他的知識 恐怕各位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最好當然你可以培養一些 這方面的興趣 像我在大學就參加過那個攝影社 我從那個大學 我念大學 不過我念大學那時候 還沒有數位相機啦 那個時候是 那個單眼的相機 還是用底片式的 那你透過那個攝影 其實你跟Photoshop的結合 我想會更好搭配 而且你應用起來 會更得心應手 那當然你應用的機會 也就越大 因為你要做後續的修圖的話 Photoshop用到的機會也非常的大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可以是有互相的一個作用 像一張圖 你怎麼知道這張圖好看不好看 你不是說用直覺的 你有一些它的客觀的標準存在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就是說 請各位先看一下這個宋春 那這個宋春的部分的話呢 它基本上呢 有哪一些可能需要做的 那請各位等一下自己再稍微把題目 稍微看過 那我們直接利用那個圖 來了解會比較快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也是一樣 從那個網路上面 你把那個題目解出來 解出來的話呢 請各位解到102 102裡面的話 基本上會有 應該這個沒有 A的話好像是已經做好的 大概應該是 你解出來應該會有三個檔案 那請各位喔 把這三個檔案 放到Photoshop裡面 把它開起來 那你開啟的方法 那你 比較慢的方法是 從開啟就檔 而我覺得比較快的方法 是你直接打開之後有沒有 用拖拉的 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上面 上面這一列有沒有 你把它放開 上面的部分的話呢 拖拉過來喔 它就會 如果你是圖檔的話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在那個Photoshop裡面開啟 那開啟的模式就是 一個一個的什麼呢 一個一個的那個面板 一個個的頁面有沒有 在上方出現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又會顯示出 副檔名 只要是副檔名 是TIF的 TIF的話 基本上就是 完成檔的示意圖 那這個 示意圖部分就是說 它已經做好 但是呢 裡面喔 不會有任何圖層 也沒有辦法做任何的修改 它只能夠呈現出最後的結果 所以如果說將來喔 你要給別人 還可以繼續有編修的機會的話 一定要存成 什麼呢 DN什麼 JPG也不行 一定要是什麼 PSD 好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將來你要給別人 他也許你改到一半 你要讓他還可以再修改的話 那你記得要給他 PSD檔 你不要說 另存行檔的時候 幫他存成JPG 或者TIF檔 你給他 完蛋了 那就已經 算是已經 存檔了 所有的編修的那個圖層 通通都合併起來 那這樣你就沒辦法做後續的修改 那 就因為這樣關係啦 TIF檔 主要就是怎麼樣 讓各位知道說 我們將來做出來要長這樣子 那 你們的那個作業分數喔 就是 讓他 做出來 長得越像 他就可以 越像 當然你不可能說 做到百分之百 一模一樣 但是你只要做出 接近就可以了 接近喔 OK 那他會跟你講說怎麼做 怎麼做的 這個部分喔 會是在哪裡 在題目裡面有一相關的規定 從第二開始 一 建立一個新圖層 圖層的名稱叫背景 所以這邊的話 他都有一些相關的優求 然後利用漸層工具 做一個什麼呢 這個 顏色到白色 OK 那這個其實做出來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最後完成檔 有沒有 背後 不是一個漸層色 他就是要你做出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 所以一 做背景 一 二的話呢 這吉祥物 這個吉祥物在哪裡呢 其實吉祥物在這個檔 那特別注意喔 他本來有自己的背景 我們是必須把它去背之後 再放到那個漸層背景 所以 這個是吉祥物的圖 你要如何去背 OK 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呢 是宋春 他會給你一個檔 原來的檔是長這樣 可是你想說 這個宋春 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黑色啊 那做完之後會是什麼顏色呢 也有黑色 不過在底下 黑白兩色 OK 好 所以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宋春 這個部分 OK 第四個部分呢 新年快樂 那你想說 老師那沒有新年快樂的圖啊 對 因為他實際上是要你自己做 怎麼做呢 他要你先做出這個菱形 幾個 四個 再打字上去 再把它排成直的 放到裡面去 這一題就完成了 所以理論上這一題喔 其實還蠻複雜的 為什麼呢 它主要分成四個部分 好 當然喔 其實也都 基本上 一般我們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都會包含在裡面 包含背景 包含去背 包含圖 包含一些圖字之類的應用 都有 所以喔 未來可能 我們會 我會希望這一題喔 請各位自行再 找一個變化題 那變化題是什麼 吉祥物你把它改成別的東西 你改成 網路上你搜尋圖片 你不一定是一隻 這是什麼老鼠 你可以找一隻貓 找一隻狗 喔 等等的 然後呢背景 換另外一個顏色 字的話呢 不一定要送春 你換其他字 可是問題這個字喔 它這個字比較特殊 你可以自己去找什麼華康的一些 很特殊的字型 然後新年快樂也許你可以 改成其他的 比如好像最近 什麼 萬聖節好像剛剛過了喔 耶誕節 耶誕快樂 那你裡面是不是可以放一個 什麼呢 聖誕老公公或迷路之類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Google一下 迷路的圖片 或者耶誕老公公的圖片 然後把它去背 放過來 對不對 然後旁邊加兩個字 什麼 兩個字 三個字都沒關係 你想想看 然後類似像這樣的應用 OK 不過這背景好像也蠻符合那個耶誕節的 好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所以首先 請先把那個範例檔先打開 然後把那個 題目稍微先看一下 好 能做的先練習看看 如果不行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按部就班 把總共會有四個部分的動作 逐一完成 這一題 就完成了 當然喔 這個題目其實拿來做測驗也都蠻好的 所以像現在有些公司行號 他如果要真人的話 可能也會想說 會不會先給你一個題目 叫你先面試的時候先測試看看 如果OK的話 再來下個階段 其實好像越來越多像類似像這樣公司 而且聽說喔 聽很多一些朋友講 最近好像 大環 台灣的景氣 真的非常的差 所以好像 工作機會喔 相對的變少了之外 而且還變得越來越嚴苛 就是 要做的事情很多 要會的技能很多 但是開出來薪水 卻很低 好 似乎好像不太合理啦 那當然 很多 網路上其實很多酸民啦 不過你酸半天還是沒用啊 那個企業老闆還是不可能把價錢提高啊 那怎麼辦 你還 如果你要有更好的機會 還是先 把自己實力先提升再說吧 因為你講再多 罵再多 其實說真的喔 好像感覺沒什麼用 所以說還是有點本事啦 其實還是 在不景氣的大環境裡面 還是有景氣的人啦 在不景氣的行業裡面 還是有非常景氣的行業 你不能說 所有行業都不景氣 不可能 因為整個大環境喔 像 現在比較夯的 像電子商務 還有像手機APP雲端之類的 其實也非常缺人啊 很多朋友也找我要人 有沒有叫我推薦 尤其是像那個程式設計師 會寫手機程式的或者是雲端的 可是我說哪有這麼多人可以介紹的 但是 真的 奇怪啦 身邊就是真的是 好像 要能夠真的達到可以推薦的這個 這個 這個地步 可能 好像還是有一段距離啊 所以 但前提你要先證明自己啦 你有什麼方式證明你自己 你有沒有作品 如果你沒有相關經驗的話 有沒有作品 沒有 那你有沒有什麼客觀的東西 如果沒有喔 我建議你去拿個證照 或者你可能要去念個相關科系啦 否則的話 你說你會 誰會相信 對不對 再不然的話 你就真的是要做到什麼樣的位置 你如果有相當的經驗的時候 別人就不會否定你了 因為像我從事 程式設計師的工作很久 可是我非本科系啊 我跟各位是一樣的啊 我畢業的時候是中文系耶 所以後來我跟人家 我也沒有刻意說我是念中文系的 沒有人相信 而且我還念到中文系的博士班畢業 其實我沒有刻意講喔 沒有人會相信 那其實我覺得最終還是 你要用什麼去證明說你是這方面的佼佼者啦 有的時候其實眼見為憑 好像說的當然說的頭頭是道的很多啦 但是你可以證明給我看 像這個考試喔 非常難耶 他到專業級喔 一個小時 要做六題耶 一題要做十分鐘喔 一題做十分鐘 你要把它做出來 我看到 像我今天考過 我看到那個真的是 非常厲害的人 第一次還沒考過 來考第二次耶 你知道嗎 他考到全身都冒汗了 考到最後一分鐘 我都覺得已經讚嘆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從考試開始 華 AI竹跟鍵盤 都沒有停過 你只有看到 真的是神乎其技啊 所以你说考过 其实你说 当然证照不等于是 你一定是非常一百分的 但是至少有个七八十分 我觉得应该是OK的啦 这已经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你有什么方式啦 但可以让自己加分 这件事情都 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当然这部分的话是在个人 就是如果你愿意多提升一些些东西 OK